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欣俊 受到東北季流風的影響 今早天氣都涼了不少 7點鐘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介乎在16至18度 和昨早同樣時間相比 足足低了5至7度 各位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都是帶多件外套 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見到雲大覆蓋著華南沿岸地區 所以日出的時份 早上望上天都見到比較多雲 以及都下過一些雨 我們預測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多雲 早晚清涼和有一兩陣雨 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20度 吹和喚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景 我們預計東北季後風 將會在未來的兩三天 繼續影響著華南沿岸地區 天氣會是清涼 風勢亦是頗大 而去到週末期間 至到下個禮拜初 甚至會有高空擾動 為廣東地區帶來一些 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我們亦都展望 明天早晚仍然都會是清涼 而去到週末期間 至到星期一 加上下雨的天氣 氣溫將會進一步下降 各位記得要留意天氣變化 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